而且这还有个花 是真有料 你家里为什么会放 真有料的照片 对 这是我童年最大的一个阴影 我小的时候被绑架了 什么 一下就没气氛 我到这儿来讲吧 对 这个还会回成 我小时候被绑架 今天我选择把我童年最大的阴影 用最大的声音跟全世界分享 我希望说出去之后 我能勇敢地站起来 从此战胜我的恐惧 回归我的味觉 别坏了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被绑架了 被装到一个麻袋里面 手脚都被捆住 嘴巴也被捂住 说什么 在我最恐怖的时候 透过麻袋的缝 我见到了绑我的人 只看到他的下半身 和脚趾 看到他的脚趾 竟然是 修制绑架 他为什么要绑你呢 因为他要找我父亲要十万块钱 我现在回想起来 很有可能 这就是真好喝糖水铺的启动资金 我父亲为了救我 给他付了赎金 然后我就这样绑着在麻袋里面 他过了三天 回到家 这个小小的孩子 就得了非常严重的一击反应 然后从此就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惊恐 而且常常地失去味觉 到后来年纪大了之后 所有的味觉都失去了 这个六指狂磨 一直是我的童年阴影 我也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直到有一次 他有一次去按脚的时候 我跟踪针的时候 无意当中听到 按脚的这个按摩师在那议论说 哇 那个人好奇怪哦 六个脚趾 像这样的人 应该多收点费啊 然后我就说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多一点钱 你能不能偷偷在他睡着的时候 帮我拍一下他的照片 所以就拍了 于是就拍了这个照片 天底下有六个脚趾的人 可能不是只有真有料一个 但是 如果他是六个脚趾切 脚趾上还有新兴的胎记 那就只有真有料 所以我恨他 不但是他毁了爸爸的公司 他也毁了我的人生